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打病里糟蹋 我配不上我哥 也从来没想过这事 你要是真能跟我哥在一起了 挺好的 真的 三哥 弄了这么多草人干啥呀 这独立旅 那帮王八蛋他们又不是断麻雀啊 你呀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弟兄们 把草人都给我捆结实喽 尤其是上山的路上要多捕几个 再用滚木雷石把路一封 有了这些草人和滚木雷石啊 来对付天大棒子 弟兄们就可以舒舒服服地下山 不用着急了 官老爷在上 今天和兄弟们绝别之日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鸟之将死其名也哀呀 兄弟们 咱们天上见 天上见 弟兄们 上水 我的兄弟 你们他娘的也太不讲究了 这弟兄们要上路了 你们连酒都没有 就给大伙喝这个 兄弟啊 咱们被困在身上这些日子 酒早就喝光了 眼下只好以水带酒 来 送兄弟们上路了 上路了 弟兄们 弟兄们 把壮星酒喝了吧 明天今日 明天今日 我给你们送之前 兄弟们 大丈夫 活着要顶天立地 死了 也要给弟兄们留个念想 我鼓子今天陪弟兄们一起上路 来 管他娘的什么东西 盛在碗里的就是酒 好 管老爷在上 跟 哥几个下手 痛快点 来吧 弟兄们 我这当大哥的 对不住你们了 祈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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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他娘干什么姓王子 姓冯大 你对自己的弟兄下狠手 你是人吗 王教官 这些受了伤跟不上队伍的兄弟 不能落在官军的手上 这是咱们虎鸡军的老规矩 这他娘的是狗屁规矩 姓王子 咱们干的本来就是刀将舔血的影响 盘上就有人命了 哪一天我缝一刀受伤走不动 你可想给我来个痛快的 你们的我滚开 王大哥 只要弟兄们能撤出去 指 指个屁 我们生要生在一起 死要死在一块 弟兄们 我们生生在一起 死死在一块 有我王怀元 就不能丢下一个弟兄 我要带着你们 重重重围 谢王大哥救命之恩 谢王教官救命之恩 他真拿我当老家贼了 弟兄们 不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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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寄了啊 你不冲了啊 我去那儿 我去那儿 你不冲了 是吧 我去那儿 你不冲了 我去那儿 我去那儿 你不冲了 二位棋主啊 刚才我清点了一下人数 除了三个弟兄十足掉下了山崖 其他的人都带出来了 黄小兄 这次可多亏你了 黄奶奶 您是我们兄弟的再生对娘 要不是因为你 我们可能都去见爷们 姑子兄弟 好好养伤 等伤好了 我们得好好地收拾一下 独立的这帮兔子来 黄先生 我们虎其军有个规矩 是向来不带伤员 这个规矩被您改了 改得好 改得有人味 这规矩呀 都是人定的 弟兄们 以后我们虎其军 不管遇到多大的难事 都不能丢掉一个伤员 生 生在一块 死 死在一起 生 生在一块 死 死在一起 全席这些草人闹的 耽误这么多工本 我看见草人就闹心 全都我拔了 三哥 能找我 嗯 咱们合计合计 我有个建议 什么建议 咱们现在得分兵啊 分兵 哎老王 在山上的时候 雕塞提出分散突围 你不同意 这如今下了山 怎么又要分兵啊 此一时彼一时啊 虽然眼下我们跳出了独立旅的包围圈 可是以田大棒子的那种精明 这帮家伙很快就会追上来 这样 咱们的主力部队 一直奔东走 进宜蒙山 另外一支小部队 奔东北方向走 后期兄弟 一定要照顾好骨子其中 三哥 哎放心 少不了他一根寒毛 还也不会落下 一个兄弟 分动行动 到后面的地方吧 抬转走 慢点慢点 静点 师傅 嗯 我想去趟泰安城邻居上去 我刚把三去过来 这这军有点响了 嗯 去吧 哎 十五次 师傅 咱这儿到哪儿了啊 蒙殷 蒙殷 你师娘的老家就在蒙殷左床 师傅 哎那什么山哪那么高 孟良顾 孟良顾 咋叫这名呢 杨家将知道吗 咋不知道呢 您给我讲过没忘过 有杨练功 杨武郎还有那个沐龟 杨家将里有一个将领 叫孟良 据传说当年他在这儿 练兵习武杀武习军 所以这就叫孟良谷 三哥 等到了蒙音哪 我给你换停码 别骑驴了 别别别 我还是骑我们家三好 你别看他是头驴 他跑得快步子稳 不比你那高头大马跑慢 三哥咱们在哪儿 安心扎寨啊 既然到了孟良谷 就在这里扎 好嘞 天下 孟良兄弟 放心 咱们现在已经到了林子地县了 我们现在跟王教官的夫妇办了 把妻子收起来 好 兄弟们 把妻子收起来 走 把妻子收起来 快 都跟上 报告 李渡 针扎一路兄弟们四处打探 可一点火急军的消息咱也没发现 他娘子 他娘子奇了怪了 咱们一路追着他们 从泰安追到林子 怎么能说一下子没就没了呢 李渡 李渡 喝茶 李渡 王怀远这小子 用兵真鬼影 他是不是又耍什么花样呢 带领的人 人不解马马不解案 一定要查出来 查不出来军法宗旨 是 我叫不信这几百号人能钻到地里去 庄主 不好了庄主 慌什么 有话慢慢说 刚才 刘家沟刘老四跑来报告 说有一伙土匪到了孟良雇啊 土匪 看清楚了吗真是土匪 应该没错 刘老四说 他们几十号人手里都带着家伙 现在已经到了孟良雇扎了赢了 你你你赶紧在这家庭四处寻找 延防可依人等 另外还要通知乡亲们做好准备 一定要保住咱们庄子 是 兄弟们 甭大哥吩咐了 今晚学习躲庄 你们多带麻袋 把能抢的东西全抢回来 其他的爱怎么着怎么着 老子不管 行 瞧好吧 好 好 话不能这么说 事也不能这么干 你看 这个庄子 我知道 很多富户 也不是个个为父不仁 很多都是靠着秦老发的家 你要血洗村庄 还要糟蹋妇女 那虎齐君 不就真成匪了吗 你还怪人家骂咱呢 人家不拿枪收拾咱们 就算捡了大便宜了 姓王大 你她的娘子少给我装正卫军 你以为你是活头咱在世 少跟我来这趟 弟兄们 必须血洗 一个活的也不留 我她娘子不欠着个劲儿了 潘远兄 你这不知道 你说这弟兄们呀 刚从死人堆里爬上的 这见着肉啊 它就得吃 您这稍微一心软 这煮熟的鸭子不就飞了吗 这是道上的规矩 老冯 你说怎么干吧 这是她娘的混蛋透顶的干法 连土匪都不如 简直就是混蛋 信王大 老子干虎齐君 徒的就是个痛快 大碗喝酒大块吃肉 谁想挡弟兄们路 老子就崩了他 这条路我挡定了 老冯老冯 咱这不商量事了吗 对不 别动 你说就崩了 还远兄呢 您呢 别说挡路 眼下呀 咱不去抢 他就得饿死 他要去抢了呢 咱又干着这不是人的事 他您说 应该怎么办 我把话挑明了 跟我王怀元走 就是大路朝天 不跟我走 就是死路一条 你们自己想去吧 我不用想 他奶奶呢 这票我被兄弟们干定了 你要还认自己是虎齐君的人 跟着我们一块干 不认滚得越远越好 老子就是死 也不认这样的虎齐君 我就等着给你们收拾了 看看人呗 师傅 咱不跟干的都对了 你说跟这帮忙不能回去 那将来都不得好死 二姨啊 你胡说八道啥呀 把嘴闭上 人家都把咱撵出来了 那我妈俩就是不行啊 你说咱一上山 遭这个罪 这帮忙不带 哪有一个好人哪 师傅 您今天就杀了我 那我也得说实话 咱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必须得是一路人 我就不信 改不了他们身上的匪器 得 我把这屁放着 等您给我收拾那天 那后悔都来不及了 趁着现在 咱们好不容易 挪开这屎窝了 咱们一块去闯关东 我把我吟姓娘 还两个弟弟接来 就凭您的手艺 那不整天吃香喝辣的 跟他们混啥劲啊 这男人呢活在世上 得留点练习 吃香的喝辣的有啥意思 你得有吃够的那一天吧 你给我记住了 以后不许提离开队伍的事 人家都把咱撵出来了 那你不离开 不也得离开啊 离开 我非得杀他一个灰马枪不可 潘大阳 你整点酒来啊 他娘子在山上靠了多长时间啊 没喝过几次啊 这如今都下山了 还不给我补上啊 没见过你这绝心眼的玩意儿 冯夕竹 这桩不是还没打开呢吗 我一个人给你弄酒去 酒我拿不回来 人 人还得搭进去 行了行了 馋了牙 你这瞎白胡什么呀 干干嘛干嘛去 大哥 大哥 不好了 不好了啊 这姓王的带着他的徒弟跑了 什么时候跑的 刚跑的 跑了 还不过去追啊 要死狗要花狗 废话死狗 好 等等 今君不干因事 追他干啥 跑了 咱倒省心了 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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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谁可走啊 给你老爷 干嘛的 起来 你先别问我们是干嘛的 我先问问你吧 你们是堕庄的庄丁吧 不错 那你们呢 我们来救你们的 救我们的 你别扯了 我看你们就像土匪 老实说吧 刚才我们就盯上你们俩了 一直跟着你们到这儿 我瞧你们两个 就不像个好人 一听就是外路口 土匪 你给我装什么 把你的废话收回去 带我们去见你们的庄主 就你们两个烂货 还想见我们庄主 都死到临头了 还妖三贺死 看看你们手里的家伙 连大清政府都不用 还敢跟虎齐军叫办 找死了吧 走 走 带我去见你们庄主 走走 走就走 走 走 走走 快点快点 把他给我绑起来 快点 把他给我绑起来 快点快点快点 快走走 走快 两个挨牵刀的土匪呀 我让你们人头落地 杀我们之前 请报上尊姓大名 大号孙国栋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孙庄主 我们这两颗人头 对你来说 眨眼的功夫就落地 可换回来的 是你们全堕庄的人头 包括你和你的全家 你觉得值吗 我不管 官府说了 对匪就地正法 一律活埋 胡齐军不是匪 是为老百姓出气的队伍 你作为一庄之主 拿全庄人的生命于不顾 我看你就是一个混蛋 加八级的庄主 你 我杀了你 你敢 活埋 就地活埋 慢着 冲草 咱爷儿俩呀 自己挖坑 犯不上 让庄里的老少爷们 费这么大力气 不过呀 这坑咱得挖大点 好给庄主和他们一家人 留点地方 他娘的好心成了驴肝肺子 大难临头了 咱爷儿俩 就让他们活满 弟兄们 咱们前一站子 被困在傲来风这个鬼地方 我知道 大家憋得啊 屁股大都发走了 今天晚上 咱们可就要开婚了 给我敞开肚子 该吃的吃 该喝的喝 吃饱了再说 打起精神啊弟兄们 学习多庄 拿下多庄 杀猪赞羊 拿下多庄 杀猪赞羊 拿下多庄 杀猪赞羊 杀猪赞羊 拿下多庄 杀猪赞羊 孙长主 你看看你们这些 弟兄手里的家伙 别说虎齐军 就是遇上土匪 这仗怎么打呀 打仗凭的是实力和武器 你们全装上下 连挺机枪都没有 除了几只汉阳灶 就是大刀长矛打谁去 连狼都不怕你们 就只有等着挨刀的机会了 兄弟我 可是一片冰心在玉湖 你别把我的好心 真的就当了雷杆腿 你究竟是什么人 为什么给我们报信 好人 一个有良心的人 一个可以把你们全装 从活海里救出来的人 这位仁兄 我们堕庄是年年遭土匪的糟蹋 一言难尽哪 孙长主啊 毕人姓王 说起来和你们堕庄还有渊源 我说一个人 不知道庄主认得不认得 请讲 贵庄曾有一个叫刘老全的老人家 刘老全认识啊 我就是他的女婿 刘春桃是你媳妇 正是我叫王怀元 这不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吗 松吧松吧 来来来来来 请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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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老全哪跟我们孙家是世家 孙长主 时间紧迫 胡齐军今天晚上就要杀过来 我们要及早做准备 这筋骨和大筷刀 这筋骨来了 扣在外边筋骨 放他娘子屁 准时吃了王怀元的药 跟我在这装什么正会军 是 老刘 甭管他 抢来东西 咱们就用分 我这一路上来 一个人也没见到啊 我这边也是啊 这他娘子打了什么仗 拿铁锤砸棉外长的 没劲哪 连个人形都没有啊 您那边 没有 兄弟们都看了 那把娘们都跑哪去了 你他娘子怎么尽干着缺德的事啊 咱们进庄就是整点吃的 和过冬的棉衣 你不是父母养 父母生的 是畜生啊 我告诉你们啊 谁要在我面前祸害女的 摸腾枪蹦了她 蹦了她 弟兄伴 给我挨家挨户的搜 把吃的穿的都给我带上 走 走 快 快 来 把垃圾点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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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罗 以这 Aunt先为她 乌人 你别担心 我儿子 我儿子 你也不担心 我儿子 她就把她 缪产 这老天啊他真是有眼 想要啥他就来啥 我们在后院找了几坛的好酒 酒 是 花酒 娘子比较乖 记住 哎 大哥 当心酒里有药 来 哪个成酒的家伙 快点 定儿 好酒 好酒啊 老子喝了大半杯的酒了 一看就知道 饭是下了蒙汗药的酒 啊 他发魂 你们看 这酒清清亮亮的 肯定没下药 光看还不行啊 老头儿 今天让你受尽了啊 这酒呢 给你压压惊 老了 不能喝了 叫你喝你就喝 真不行 别他妈找不痛啊 你这干什么 你这 喝 靳儿 喝 给我压下去 还好了 这是干什么 要来趁点了 说一声 齐主 这么好的酒 让他喝了不糟见了 让我喝了 真香 酱香行的 行了 给老头留着 上边去 是 大哥 行了 这样 喝喝喝酒还能死人哪 看你泼泼妈妈的 骗个娘们 舵庄那边什么情况了 啥情况 啥情况 啥情况都没有 好 人早跑了 跑了好 要不然啊 多少这良家妇女啊 让这雕色给祸 你说当初 怎么能让他当上这夫妻主 奶奶 咱这虎杰军啊 好人救他娘子待不长 王教官这么好的人 生生给人气跑了 我看这是对我 非乱了套不可 兄弟啊 咱们现在是啊 姥姥不亲 舅舅不爱呀 你说好不容易碰上 王和远这么一走正路的人 让这帮乌合之众 给赶跑了 想我丁武 空有一身绝迹 到如今只落得 薄牙子气 知其 哎哟 我的丁启主啊 你饶我吧 大哥 刚才我巡视了一下啊 那老头没事 这老孙家啊 就是开酒房的 要多少有多少 来 叫你什么喝痛快 好嘞 接什么 冯西主有令 今天 散开喝 是 痛快 痛快 王先生 我们可都准备好了 啥时候动手啊 让他们再喝会儿 酒虫子还没勾出来呢 大哥 哥 小弟 敬你一杯 王怀远 你个王马的 王怀远 我毕了你 淘气 丑 丑嫂 你王怀远远的徒弟 王怀远 我恰 我恰死你 别动 动一动就打死你 王先生 动头都得来拿下了 好 只要我们东西朝一打 他们一个都跑不了 孙长主 我再说一遍 谁都不能动虎弃君一根手指头 伤点皮毛 我可不大难 王先生 咱不打不成交 您放心吧 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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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说说差不多了吧 给解药 这仨先留在这儿 给他们送解药去 来 孙庄主 我得让他们给百姓赔罪啊 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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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大哥 你可回来了 苗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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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都啊 你还有脸来见我 瞧你们干的这些混账事 苗大哥 我 听我的命令 跟着我说 大叔大婶 我们不是东西 大叔大婶 我们不是东西 下次再也不敢了 下次再也不敢了 谁再祸害百姓 谁就是畜生 谁叫人畜生 谁叫人畜生 你们就是畜生 姓王的 你他娘子不要脸 紧干了些阴损缺德的事 老子要知道你这样 我他娘就剁了你 老冯啊 我先让你吃这个亏 要不然你不长记性 我告诉你 梁大哥留下来的队伍 不能这么带 姓王的 是汉子 反正真照真交的干 别整个那些 往酒里下毒小人干的事 往酒里下毒 我要是下毒 你早死八回了 老冯 你看好了 不行啊 他娘子 哭了 嗯 我爷子 你没事 这样子 我咋就倒了呢 我跟你唠叨唠叨吧 要不你口服心不服 老鹏啊 你就是个猪脑子 一根筋 想事跟傻子没什么两样 我真不是骚子 兄弟啊 你说你没往酒里下药 可这药 我能怎么吃的 谁跟你说的这药非得吃啊 闻不行啊 什么 闻 酒我绝对没下毒 你来 事出在这蜡烛上 蜡烛上 我们庄上有香烛店 香烛店有蜡烛模子 王先生把曼陀罗粉那 让香烛店老板搁在蜡烛模子里 这样熏导人的蜡烛就做出来了 那不对啊 那刚才那白狐老大爷他喝酒 那蜡烛点着 他怎么就没事 我的亲哥哥 我早料到你会派人先试试酒 所以啊 我让香烛店老板做蜡烛的时候 把曼陀罗粉 倒在了蜡烛的下半部分 你们刚才点蜡烛的时候 上半部分没有药 所以老人家他就不赢 嗯 兄弟啊 你小子鬼脸子 比那盒里十多爱多 看我暂时干不过你 来来来 快走 快点 快走 快走 快 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待会儿先磕了兄弟 来来兄弟 哎呀 一夜之间一枪一泡没放 你们就把葫芸刀给打散 是这样 狗人哪 都是自家弟兄 啥打败打败的 就当是切磋切磋演习了 哎 华教官 你这是从哪儿整了这么多好东西啊 可都是朵庄的老百姓借给咱的 有粮食有布匹 朵庄的孙庄主啊 还派来撒裁缝 要给弟兄们两尺寸做新衣裳 还有呢 孙庄主说 给他弄示一摊烧刀子 还有摇 啊 说给兄弟们开开婚 哎呀 阿晓兄啊 您这一夜之间打败了蒙一刀 还给弟兄们弄来这么多吃的跟穿的 我丁武行走江湖多年 还没见过一个像您这么有能耐的人 高人 参愧参愧 兄弟 哎 哎 冯启多 你这是何必呢 请起请起 兄弟 我这一败除了给我大哥梁顶山败过 不信 你问问他们 好 冯大哥 我王怀元 是第一次给你下跪 咱们为了梁顶山大哥这支队伍 别小心眼 行吗 兄弟 不 董教官 我这支起义归你操练了 冯大哥 兄弟 哈哈哈哈 郭委员 宋组长 你好啊 特殊的来函我已经收到了 感谢贵处在关键的时刻 帮了我们一把呀 这次连续破获 动荡地下组织 你们功不可没 这卷靠宋组长指挥有方啊 我这次从南京来之前 代理处长特别吩咐了 一切听从孙党部的 郭委员 你有什么指示 请俊阳吩咐